太后派去的刺客潜入王令的房间,但王令早就有所预料,在身边安排了暗卫保护,太后的刺客没有得手。 刺客没能得手的消息传回宫里,原来想杀王令的不止太后,还有谢宛如,双方刺客还以为对方是来保护王令的,闹得两败俱伤,太后又让手下找机会动手,要在一个月内将王令杀了。 王令为了让来杀自己的人放弃追杀,便留下了自己的玉佩,放火烧村,将一个刺客的尸体伪装成自己的,来清理现场的将军,因为无法辨认尸体有些头疼,但是天高皇帝远。 他为了省事,打算直接将玉佩上交,说全村遇袭,所有人都死了。 王轩在慈安寺住了整整三个月,玉秀觉得慈安寺再好也比不上家里,便劝王轩回府,这时苏锦儿来了,说宋怀恩路过慈安寺来送东西。 王轩问了问宋怀恩是要去哪里,苏锦儿便说宋怀恩是要护送子坛去黄陵,王轩听完,便让玉秀请宋怀恩到寺里说话。 玉秀喜欢宋怀恩,早早的就在路口等候,而苏锦儿以为子坛也会进来,也打扮了一番,和玉秀一起等着他们,结果只有宋怀恩来了,苏锦儿有些失望。 宋怀恩把东西给了王轩,又问候了王轩的状况,也劝说王轩回府,说萧綦十分挂念王轩,而且萧綦正务繁忙,也需要王轩的照顾,王轩被说动了,等宋怀恩走后,便和徐姑姑说回府的事情。 王轩回府的那天晚上,豫章王府张灯结彩,布置了婚宴的各种装饰,萧綦还给朝中大臣们发了请帖,邀请他们来参加婚宴,朝中大臣们都以为萧綦要内窃,此时王轩回府。 他心中充满着不解语气氛,一个人进了府里,他看到萧綦穿着一身喜福回头,他一言不发地走到萧綦面前,萧綦只是拉起他的手,让王轩相信他。 萧綦拉着王轩的手走到众人面前,又说起之前自己和王轩大婚的时候,因边关战事紧急而在大婚当夜离开,这是他一生中犯下最大的错事。 但王轩却不计前嫌,数次救他。 这次没有经过王轩允许,他举办此次私宴,就是想还王轩一场婚礼,他是一下人给王轩披上礼服,又给王轩戴上奉冠,萧綦向众人宣布,他萧綦这一生,就只有王轩一个女人。 萧綦不耐窃的消息传到太后耳朵里,在太后看来,萧綦对王轩的宠爱却是心机,现在萧綦风头正盛,肯定有很多世家大族想要和萧綦结亲,但现在朝中势力不明。 萧綦正好可以趁此机会,挡掉这些人。 王轩的心里,其实也有些怀疑,他觉得自己和萧綦的婚姻本就是一桩交易,现在王氏落眉,他又是罪臣之女,王家都要仰仗萧綦的鼻息而活,但萧綦却说,自己爱的就是王轩这个人。 并不是因为他是上阳郡主,萧綦安慰了王轩一番,他的心里这才好受了一些。 太后派人去狼牙王室,寻找合适的王氏女,还真让他找到了有七分向王轩的王氏女。 第二天早上,就有大臣联名上书,要子龙选秀,尽快开支散业,温宗慎却提出反对意见,说先帝驾崩还未出百日,大桑未出,不宜办喜事。 而故事长孙顾民问,则说先帝最看重的就是子嗣,子龙选秀非但不是不孝,而是大孝,众大臣纷纷负义,子龙又问萧綦的意见,萧綦则说,这是子龙的家事。 他不便干涉,正在此时有将士来报,说忽兰王派使臣进京,恭贺子龙登基,子龙有些惊讶,连忙让人把文书拿上来,子龙见忽兰如此向大臣是好,十分高兴,觉得是萧綦把忽兰给打怕了。 萧綦回府后,告诉王宣,太后把王宣的婶婶和堂妹从狼牙接来了京城,王宿要她回府礼仪训,王宣许久未见堂妹,心里也有些想去见见,萧綦便说等王宣吃完早饭。 自己就送她过去,下朝后,太后的婢女朝云就将朝堂上众臣对皇帝选秀的态度,汇报给了太后,太后知道子龙的态度也有些举妻不定后,便让她把子龙叫来。 谢宛如得知选秀的消息十分生气,一旁的嬷嬷便说,皇帝三公六院,三妻四妾是不可避免的,谢宛如挡得了一时,也挡不了一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